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虽然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但尼蒂这个书呆子确实和辣妹詹妮夫好的要命 变故最初发生的时候 尼蒂并没有察觉 那天詹妮夫邀请她晚上一起去俱乐部玩 有个城里的乐队今晚会来演出 听说他们的主唱很帅 虽然答应过男友齐普今晚一起度过 尼蒂还是无法拒绝好友 于是那天晚上她丢下男友和詹妮夫去了俱乐部 两人刚走进去就不停有男孩来向珍妮夫搭讪 面对这些乳臭味干的小屁孩 珍妮夫自然没放在心上 画着眼线的乐队主唱才是她的心头好 演出开始之前 她带着尼蒂主动上去搭讪 对方上下打亮着眼前的女孩 话语间并未有所排斥 珍妮夫趁热打铁打算请她喝杯酒 可是就在她去吧台拿酒的时候 主唱转身就问乐队成员 这个女孩怎么样 她觉得单纯的珍妮夫看起来就是一个处女 正是个合适的人选 虽然她没说要做什么 这些话却一字不漏地传到不远处的尼蒂耳中 听出他们谈论的是自己的闺蜜 她知道肯定没什么好事 尼蒂纷纷不平地走上前 告诉她珍妮夫才不会和这种混蛋上床 识别的主唱撇了撇嘴 珍妮夫拿着酒回来时 尼蒂提醒她主唱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珍妮夫已经觉得主唱对自己有意思 演出开始之后 她的眼睛紧盯着对方不放 仿佛已经陷入爱情 谁知乐队一首歌还没唱完 酒吧突然燃起熊熊大火 人群瞬间乱成一片 尼蒂赶紧拉着珍妮夫跑进洗手间 从小窗口逃了出去 感人她在外面惊魂未定 乐队主唱不知何时跟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杯酒 她哄着呆着的珍妮夫喝下酒 问她愿不愿意去自己车里看看 理智的尼蒂当然不答应 她想带着闺蜜赶快逃离这里 可是珍妮夫已经被主唱深深迷住 转眼就跟她进了乐队的相识货车里 尼蒂远远看着他们 莫名觉得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汽车已经扬长而去 无奈尼蒂只好独自回了家 很快睡梦中的奇谱 就被她的电话吵醒 尼蒂很担心珍妮夫的安危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连人聊天的时候 尼蒂家的门铃突然响了一下 这半夜三更的实在有点吓人 妈妈夜班还没回家 她一个人走下楼 开门时外面却连个人影都没有 就在她向外张望的时候 身后的门上闪过了一个影子 尼蒂关上门准备回去睡觉 却听到不远处传了一阵异响 房子里骑黑一片 她鼓足勇气打开浴室门 里面什么都没有 当她转身走进厨房 见是水龙头再往下滴水 这才松了口气 不料她过去刚关上开关 一回头竟然撞上张脸 满身是血的珍妮夫不知何时站在身后 还露出满口血压 冲她笑了一下 这笑容实在是圣人 尼蒂还没缓过神 珍妮夫扭头打开冰箱 狼吞火焰地吃起了里面的生死 这举动着实吓坏了尼蒂 她手足无措地蹲在好友面前 直至珍妮夫突然停下来 喷出一大口黑血 血液落在地上冒出无数尖刺 看起来就像缝一针全部粘在一起 尼蒂惊得嘴巴都合不上 缓过神来赶紧跑去报警 珍妮夫瞬间冲过来把她抵在墙上 怕到耳边问她怕不怕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她一把推倒尼蒂 转身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酒吧失火的悲剧 登上了头条新闻 尼蒂一脸呆滞地出现在学校 她不只是为火灾中的逝者难过 更重要的是 珍妮夫身上发生了 她无法理解的变化 就在她坐在教室发呆时 完好无损的珍妮夫走了进来 她看起来和平常并无二致 甚至当尼蒂提起 昨晚那事的时候 她仿佛根本没经历过一样 尼蒂举起满是血污的手指证明 昨晚她可是整夜都在处理满地的血迹 珍妮夫满不在乎的 让她去看看精神科医生 尼蒂和祈普设计此事时 对方也推荐她去看看新的医生 这一切都让尼蒂无法接受 男孩壮壮在火灾中 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一直沉浸在悲痛中 无法自拔 就在她独自在球场上神时 一直不愿意理睬她的珍妮夫 突然走了过来 女孩对她的态度简直判若良人 还主动拉过她的手摸过来 处于被动地位的男孩很快缴械投降 珍妮夫把她带进小树林 比赛树干赏激情热稳 小动物们都围过来观看 男孩还处在震惊之中 珍妮夫突然扒开她的衣服 张开血盆大口哭了过来 远处的老师听到树林传出的哀嚎 还以为是男孩在发泄痛失好友的情绪 然而她赶过去想安慰对方时 只看到地上躺着一只血淋淋的尸体 而死人以后的珍妮夫 正悠闲地在湖里游泳 她整个人容光焕发 精神更是前所未有的饱满 此时尼蒂对此还毫不知情 广播新闻里说 火灾当晚 乐队成员积极帮助受难人群 他们因此一炮而红 已然变成了最善良的摇滚乐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酒吧的火灾渐渐被大众忘却 只有少数人还沉浸在悲痛中 这天的课堂上 老师宣布乐队将会来学校募捐 大家都把他们当作英雄 尼蒂向同学们说出真相时 还有女生和她吵了起来 珍妮芙完全不把这事放在眼里 她今天看起来异常的憔悴 尼蒂以为是惊奇综合症 可她却说自己正在衰退 这是一个朋克男孩过来搭讪 珍妮芙本来对她没什么感觉 说出的话直接逼退了男孩 谁知尼蒂说自己觉得她还不错 珍妮芙突然追上去 约男孩今晚见面 尼蒂以为好友开始对自己有好感的人下手 为了避免男友被她调走 尼蒂也约奇普今晚见面 准备和她进行一番深入沟通 到了晚上彭克男准时来到珍妮芙给她的地址 房间里点满了蜡烛 气氛有种说不清的诡异感 两人刚开始调情 脚底突然爬出几只老鼠 男孩有点被吓到了 珍妮芙直接脱下了她的裤子 随着气氛逐渐升温 珍妮芙瞳孔突然缩小 简直就像个野兽 这下男孩终于察觉到危险 盯着她缓缓后退 眼看着猎物想要逃跑 珍妮芙干脆扭断了她的胳膊 恶狠狠地说自己需要她的恐惧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尼蒂也和男友亲热 本该是浓情蜜意的时候 下面的尼蒂突然产生幻觉 看见死去的男孩和珍妮芙 阴沉地盯着自己 不仅如此 她还看到了珍妮芙那边的幻象 恐惧压得她透不过气 惊慌中她逃死地跑出房子 启动汽车赶往珍妮芙所在的位置 当她驶进一段临终公路时 满身是血的珍妮芙突然出现 吓得她猛地刹车 停下来四处寻找对方 这时珍妮芙又突然跳到她面前 得意地盯着她鬼像 尼蒂急转车头 仓皇逃回家里 冷静下来后 她好不容易躺到床上准备睡觉 珍妮芙的声音突然冒出来 她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跑进来了 此刻的她看起来容光焕发 已经没了白天的憔悴样子 尼蒂无奈地盯着她 珍妮芙突然吻了过来 两人忘情地倒在床上接吻 世界以为即将开展一场激情大戏 尼蒂一声尖叫 打破宁静 开始质问对方到底怎么回事 搞好珍妮芙也不想再隐瞒下去 好朋友之间本就不该有秘密 可是你们俩明明已经越界了呀 好吧 接下来珍妮芙说出了真相 原来那支乐队成员来自邪教组织 他们以为珍妮芙是处女 从火灾现场带走她以后 几人一路来到山里的瀑布边 念起咒语 准备把珍妮芙献给撒旦 遗憾的是珍妮芙不是处女 一事过后她并没有死 她行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尼蒂 路上身边还吃了个火灾中幸存的男孩 从那以后她仿佛获得了不死之身 身体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不仅如此 只有吃人她才会有保持活力 听到这里 尼蒂实在是无法接受 更无法面对眼前的好友 珍妮芙知道她受不了自己吃人 实相地离开了 为了弄清珍妮芙身上发生的变化 尼蒂开始去图书馆调查相关书籍 最后得到的结论是 如今的珍妮芙已经是个魔鬼 她把这件事如实告知了齐普 马上就到毕业舞会了 尼蒂知道这场舞会将会变成珍妮芙的自助餐 她试图阻止齐普去参加 齐普当然不会相信这种事 她打算在派对上和尼蒂一起跳舞 对此早已期待已久 很快到了舞会当晚 本不想参加的尼蒂为了男友的安危照常到场 没看到男友现身 她还有些庆幸 殊不知 齐普在赶过来的路上 意外被珍妮芙拦住 珍妮芙骗她说 尼蒂和朋克男友染 顺便表达了自己对她的欣赏 于是在尼蒂参加舞会的时候 珍妮芙和齐普吻在了一起 两人在不远处的草地上调情时 尼蒂嘴边突然感受到男友的气息 她赶紧跟着直觉跑过去 此时齐普已经被珍妮芙带进了一间废弃羽温馆 在男孩犹豫的时候 她一把将她推下泳池 死死拖住不让她上岸 尼蒂匆匆赶来时 珍妮芙正扑在男孩身上撕咬 两个女孩当场吵了起来 混乱中 齐普举起个铁棍插进了珍妮芙体内 虽然拥有不死之身 珍妮芙还是需要紧急处理伤口 她逃离现场后 不久 齐普就死在了尼蒂面前 没能吃到人的珍妮芙 独自回了家 没想到尼蒂突然冲进来和她扭打在一起 四目相对之间 尼蒂一把扯下对方脖子上 象征友谊的项链 多年的友谊 瞬间灰飞烟灭 珍妮芙愣住了 尼蒂趁机把刀插进了她的心脏 抓着刀骑在女儿身上 这之后尼蒂就被关进了监狱 然而两个女孩在争斗的过程中 尼蒂不幸被珍妮芙咬了一口 从此继承了她的力量 故事的最后 尼蒂轻松越狱 她无意中捡到了乐队 献祭珍妮芙用的刀 当即踏上了复仇的道路 那晚是爆红乐队最后的演出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抛开两位女主角的颜值身材不说 本片剧情丝毫不拖泥带水 一口气看下来无比畅慨 是一部非常适合下饭的片子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